天文台除了提供流動版的天氣資訊服務 我的天文台之外,也有提供電腦版的天氣資訊服務 天氣精靈 在今年的7月4日,我們就推出一個全新的天氣精靈3.0 天氣精靈3.0除了保留了原有的自動天氣警告通知和分區天氣預報之外 也加入了一系列港受歡迎的天氣資訊服務 例如,詳盡天氣報告包括紙外線指數、分區風和雨量資料 也有本港和七天的天氣預報 除此之外,我們也加入了衛星和雷大的動畫同漲 還有定點降雨預報 而且我們也加入了天文台熱帶氣旋路徑資訊和特別天氣提示 我們希望這些新加入的功能可以令大家在用電腦的時候 更加緊貼到最新的天氣情況 希望大家快點去到這個網址下載吧 在過去這個星期,我們受到低壓槽的影響 整個星期都有些驟雨 在周初,一度廣闊低壓槽為南海北部和中部帶來驟雨 同時一度高壓值值覆蓋中國東南部 由衛星雲圖可以見到 中國東南部上空的雲量不多 但香港就受到雲團的影響 星期一、二的天氣都是大致多雲 有些驟雨和雷暴 不過在早上仍然見到少少陽光 但隨著這度廣闊低壓槽逐漸不移 為廣東河岸地區帶來不穩定的天氣 星期三是多雲,有驟雨和狂風雷暴 而星期四和星期五的天氣更加不穩定 這兩天都是多雲,間中有雨和有幾陣狂風雷暴 而且在雨勢還有一陣時頗大 在星期四,多處地區錄得超過40毫米的雨量 而新界、東北部、港島以及西貢更加錄得超過70毫米 而星期五早上的雷雨更為本港普遍帶來超過30毫米的雨量 而港島西、南亞島以及新界部分地區更加錄得超過50毫米 黃色暴雨警告亦都在早上生效過 至於溫度方面,由於下雨的關係 週中的溫度都有所下降 未來週末不知道還會否下雨呢?請科學主任說說 各位觀眾大家好 現在我們看衛星雲頭 看到現在廣東沿岸還有一條廣闊燈下的覆蓋著 所以在星期六,我們預計還會有趙雨 不過隨著在西北太平洋的悔大高雅直向西伸展 我們預計星期日會多一點陽光,趙雨也會少些 大家出去玩之前,記得留意天文頭的預告 祝各位愉快的增援 作詞・作曲・編曲 李宗盛